好逼啦 壓角落很辛苦 好漂亮喔 我不能生死者了 帶走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派特勳是一個不錯的玩家 你看第一他堅持落腳 第二就是我看得到 我在跟他打 我看他打我都覺得說他是一個 我在思考的玩家 對他有在思考他準備了對策 對 因為我講句難聽點就是 一個玩家有沒有那種天生的天份 比方說反應 或者是心理戰的天份 是看得出來的 我必須說他沒有 但是 他相對比較差一點 對他比較差一點 但是他卻能夠在實戰中 讓我看到他的執行力很好 對他執行力很好 所以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這確實是說 我波子妹 派特勳先下一城了 對 努力是有回饋的 喔 防 防凹夏青拳 不錯耶派特勳真的做得不錯耶 波子妹帶走囉 他剛剛那個地方做防凹夏青拳的時間點 做得很漂亮 我必須要給他這個狐力真的做得好 現在那個 又剛贏YPLAY是2比0 YPLAY贏派特勳也是2比0 就算他們互咬 只要有一個人不是2比0 他就OUT了 不要2比0阿 拜託一下好不好 也看阿遜的本事啦 如果他能2比0那就算他厲害了 最後的最後 最後的最後 沒有 循環的最後一段了 派特勳贏的話 我們就循環下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欸我覺得要定個規則 就是怎麼樣分他們這樣子 誰輸誰贏 沒有他們這個狀況 基本上你也沒辦法再分 你只能讓他們打出一個勝負來 對 這樣子 好不是摔回角落 派特勳今天打YPLAY從來沒有贏過 這個真的是打不破耶 派特勳真的打不以外PLAY 對指令頭該下了 正確的選擇 踢個戰鬥角 被6-6衝出來 摔回角落 解摔成功 哇這次是後摔 哇這次 這就是指令頭的威力 有了 誰還沒死欸 漂亮 對 關鍵時刻敢做這件事 對 他沒想到 這裡 抓到了 終於 不抓指令頭抓一個更賭的 對 更賭的 真的是 這迷迷看到再跳起來也來得及 他就是沒跳 他寧願不 他不抓指令頭也要抓這個 我真的佩服你啊派特勳 他寧願今天贏下第一場 對上YPLAY的對決 好直接V反 好選擇 不想被折 反正這個對決 哇 漂亮 又是那個錢中拳插盒欸 解摔 6-6下動手 好 然後第二面鏡就很好開了 他沒有退 他應該要厚厚的 厚厚放進去 喔 這邊直接被衝出了 被解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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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漂亮 這個 生死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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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帶走 恭喜派特勳 恭喜派特勳 YPLAY可惜了 這到這邊結束了 好結束了 那就是恭喜佑鋼 跟派特勳 總之就是經過今天這樣子 一整半天的激戰 確定了前面五強 就是 維銘 小智 Albert 然後再來是佑鋼 再來是派特勳 對沒錯 YPLAY其實真的 打得很好 他今天其實很好 因為他B組是第二名出現的 對 然後B組其實也比較難 他們其實太膠左 為什麼會膠左 就是他其實打右鋼 一直都是二比零數 二比零數 對 如果不是這樣子 他只要贏一局 哪怕只要贏一局 其實派特勳根本救不回來的 可是他剛剛贏了 對 派特勳 才是最誇張 就是他在分組的時候 他打贏為名 對 然後他的分數剛好 擠過阿燕跟 螃蟹 跟螃蟹 對 然後進了決賽 然後 明明他是最先零勝四敗的人 但他最後一場 他在最後一刻 扛住了 最後一刻 打贏了右鋼 打進加賽 加賽之後第一場 他又是最後一場 壓軸又打贏了 對 又贏了 然後他又加賽 所以他等於救了自己三次 才拿到這個資格 他是靠自己進的 對 無話可說 我說實在 這只能無話可說 我必須說YPLAY是可惜的 因為他今天其實表現是挺好的 但最後明顯累了啦 他的很多確認什麼都叫 這時候年紀有差是不是 484再臭 那就是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那就謝謝大家 然後 一樣啦 我覺得我今年會盡可能多辦一些 格鬥系的活動 那請大家多支持這個頻道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為止了 掰掰